花季少年是要如命 没有吃下去我真的是 好像跟太阳刚才爬下来的一样 感觉会很煩躁吧 你家中常见的药水 为何成了敲骨吸水的祸水 他的骨质比较疏松的 就是说照了一个就被那样 一碎块了 对对对 蒙昧的认知 暴力的驱使 是谁在把喝药变成嗑药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面膜啊 用这些副副品啊 来做一桩 平安365 十股的神仙水 即将播出 2016年5月23日 深圳市平乐骨科医院老年骨科 来了一名年仅25岁的特殊病人 小军 年纪轻轻的小军 为何被送进了老年骨科 刘明勋医生 在治疗老年人骨折 骨质疏松等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是小军临床表现出来的种种情况 却让他困惑不已 他因为他是25、6岁 男性 一般的就是说骨质应该是比较坚固的 但是呢 他这个人来了以后 他这个片段显示骨质疏松 严重 就相当于八九十岁那种老年人那种骨质 所以当然我们就给他提出疑问 因为病情非常特殊 刘明勋必须准确查明病因才能制定治疗方案 在他的再三盘问之下 小军终于说出了真相 他一直以来都在超量服用止咳水 不仅是小军一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平乐骨科医院还收治了几名年轻患者 他们都是因为烂浮止咳水 而导致骨骨头疼痛难忍 不能走路 才来医院求治的 小军的骨盆已经接近粉碎 如不及时进行抢救 轻则瘫痪 重则丧命 于是刘明勋决定进行手术 恐慌 心里很害怕 脑袋的话 不停的的话 就是幻想很多东西 反正的话就是很恐惧 小军死里逃生 但他却再也不能提重的东西和干重活了 否则他那脆弱的双髋关节将轰然坍塌 还好 还好 完全走路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什么 稍微热丝吧 小军是深圳本地人 工作稳定 家境非常优越 这次的骨折事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打击 刚开始的时候小军喝的并不多 一天还不到一瓶 但后期的话又差不多将近两瓶了 不喝的话身体就比较很烦躁 而为了寻求更刺激的效果 小军还经常把止咳水混在饮料和酒里喝 那天喝完以后是当时是怎么摔倒的时候 那时候基本上人的一直都不清楚了 检测出来当时两瓶腿的话根本动不了 深受止咳水之害的并非只有小军 今年17岁的小强是深圳市某中学初三的学生 一年前他也迷恋上了止咳水 而说起喝止咳水的原因 小强与小军的经历如出一辙 喝上止咳水后 小强不仅没有提神 反而变得提心吊胆 最让他头疼的就是 每天都要想尽办法筹集买止咳水的钱 小强父母并不知情 小强大手大脚花钱的现象 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 按照小强每天一瓶的量 他一天就要花掉200块钱 一个月就是6000块钱 一年就要花掉8万多块钱 而喝了五年止咳水的小军 则花了更多的钱 反正有时候的话 一个月的话都要差不多要花个 大几千块钱 有时候小万把块钱 这差不多间接五年左右的话 应该花得有个几十万吧 2016年7月 深受止咳水折磨的小强 鼓起勇气走进了深圳市公安局 龙华分局民心派出所的大门 在派出所里 小强向民警说出了止咳水的来源 小军也向派出所举报了 网上买卖止咳水的线索 从网络上接触这些东西 接到两人的举报后 民心派出所成立专案组 展开侦查 两名举报人都没有见过卖家 线索只有一个QQ号码 卖家的QQ 这QQ号名称叫做冷色 他通过这个Q号与他联系 然后通过快递公司 救过来了1.5公斤的止咳水 民警调查发现 冷色上网登记的身份是假的 就连邮寄止咳水的快递单 信息也几乎是空白 尽管冷色隐藏得很深 但是专案组还是掌握到了 他的一些线索 冷色与一个叫珊瑚海的人联系紧密 两人组建了一个QQ群 这个QQ群群鸟里边就很明显的 就很直白的 就告诉你就是止咳水 或者奥亭或者奥瑜 那些止咳水的牌子嘛 大家都知道的 QQ群里公然叫卖 却为何不见销售 我要买了 确定买了 好 然后呢 你叫他微信 背后的聚合交易 又是如何掩人耳目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面膜啊 用这些副副品啊 来做伪装 平安365 石谷的神仙水 为您继续探秘 这个群里聚集了近百个年轻人 冷色和珊瑚海 是群主和管理员 警方还发现 这个群里虽然公然叫卖止咳水 但是却很少有交易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说你在群里边跟他聊聊聊 聊好了之后 聊透了 我要买了 确定买 好 然后呢 你叫他微信 或者说 他给你电话号码 然后告诉你 这个淘宝交易 然而当民警进入他们的网页 却发现 这里面卖的不是止咳水 而是面膜 他有面膜300块钱一包 那你排三包 900块钱 就是一小盒 150包 其实他就是用这个面膜 用这些副副品 来做伪装 在这种看似正规交易的掩盖下 纸咳水的销售便可以大行其道了 冷色和珊瑚海组建的QQ群有数十个之多 这些群内的成员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 而且都以青少年为主 根据小强和小军等人的陈述 近年来他们消耗掉的止咳水数量相当可观 如果都是从这个淘宝商铺获得 那么这家商铺的储货量应该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要找到这批止咳水 就必须找到冷色和珊瑚海 那么他们究竟藏身何处呢 快递物流 因为它是从江苏游击过来 就有这个快递的单号 专案组以快递单位切入口 通过警务大数据平台 最终确定这个贩毒团伙藏身于苏州 并确认了冷色和珊瑚海的真实身份 冷色 邹平 珊瑚海 周磊 此二人是亲属关系 并且调查得知 他们的妻子也都参与了贩卖止咳水 关系是家族是进行这个止咳水的贩卖 2016年8月 警方果断采取行动展开抓捕 行动中 警方共抓获周磊夫妻江金等三人 警方在他们家里搜出了止咳水 7385包 共计16000毫升 其后不久 被通缉的另一名嫌疑人邹平也图案自首 周磊今年27岁 他不仅贩卖止咳水 而且自己也喝 周磊告诉记者 他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收入也很可观 但是由于工作比较辛苦 常常觉得精神不够集中 后来他的小舅子周磊 就介绍他喝上了止咳水 晚上有时候熬夜的时候困难 然后喝一点的话 他就不会困难 会提精神 可是毕竟是药啊 没想那么多 你在哪里卖啊 我在就是在网上 那个群里面 然后有人说 药那个止咳水嘛 然后我正好这里咬一点 然后就筷子给他们 周磊与周瓶分别以珊瑚海和冷色的名字 注册了多个QQ群 疯狂的贩卖止咳水 那么从未从事过医疗行业的他们 又是从哪里弄来了这么多的止咳水呢 我网上我那群里面找的 群里面找了 找一些 原来周磊与周瓶这个团伙 只是个贩卖止咳水的中转站 而他们的货都来自于网络上的药贩子 因为国家对止咳水的生产和进口都有严格的管控 药贩子从正规药厂拿货 手续非常繁琐 于是他们一般会选择一些小诊所的零期药品进行收购 积少成多再销售给下家 警方在审讯中初步查明 在这个家族市贩卖止咳水的团伙中 周磊与周瓶负责寻找客户与货源 他们两人的妻子则负责转账和邮寄 审讯中周磊和周瓶又向警方交代了他们的上家 专案组乘胜追击继续深挖扩限 又把相关的供货商和卖家一一找出来抓捕归案 罪证在前他们为何一脸无骨 扯到骨的边缘来 好贩毒啊 谋财害命 止咳水到底是药品还是毒品 80公斤的话就相当于含病毒8到9克 平安365石谷的神仙水正在播出 但怎么跟我说扯到毒的边缘来 说贩毒啊 就觉得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嗯 是吧 嗯 你不知道止咳水是犯法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当时因为感觉这个没有太大事情 只是它是药水 并不是犯的 犯罪团伙所贩卖的止咳药水 医学上称为复方磷酸可带因溶液 主要成分是磷酸可带因 盐酸麻黄碱等 很多止咳产品的主要成分都是由此构成 以奥廷为例 成年人的标准服用剂量为一次十毫升一天三次 我临床上一般用它来症咳啊 症痛啊 还有症庆这些 据医生介绍 磷酸可带因 盐酸麻黄碱虽然都属于毒麻类药品 但是组合症咳作用很强 在正常剂量合理使用下不足以成瘾 不过长期服用就会造成药物依赖 并且会损伤人的中枢神经 还会出现手抖 失眠 静怀 抽搐 及情绪烦躁 行为失控等现象 长期使用会出现骨质疏松 导致身高变矮 有失忆啊 甚至是中毒性脑病 低价血症 但是严重的话会导致一个死亡 正是因为如此 早在2015年5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公安部 国家卫生剂生委 就将含可带因副方口服液体制剂 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进行管理 而这类药品在采购 存储 使用和销毁等环节都被严苛的管控着 法律规定是这类的含可带因的这类子科学 不能贩卖给未成年人或者是吸毒成瘾的人员来滥用 一公斤里它是含有病毒成分的 它是含有相当于一克 八十公斤的话就相当于含病毒八到九克 这个它是相当于是贩毒 对法律上以它把这个是当贩毒来处理 后果肯定后果把我们一家都关在这里呢 正在强制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的小雪 八个月前参加一次朋友聚会 因为好奇喝了止咳水 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 昨天一天过后不服用就有依赖性 就想不吃了就觉得节身霜痛 好像不吃的话好像生活中缺少了一点什么 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吃下去 我真的是好像那个太阳大概塌下来一样 很难受肚子很痛 最后束手无策的小雪父母只能将她送进戒毒所 未成年人迷恋止咳水 与家庭教育的缺失不无关系 这也给许多孩子的家长敲响了警钟 青少年滥用止咳水的现象 我们在这里提醒学校家长注意未成年人的变化 一旦发现孩子经常服用止咳水 或偷偷的买止咳水 家长老师要马上自治 并且将线索转给公安机关 侦察打击 2016年11月24日八十十六分 广西桂林市中山南路南城电气城发生火灾 桂林市公安消防支队接到报警后 立即赶赴现场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起火的电气城已经被浓烟覆盖 火势正在向周边的商铺蔓延 情况十分危急 针对这种情况 消防队员立即疏散周边的群众 并对火势进行打压堵截 避免火灾蔓延扩散 经过六个小时的奋战抢救 火势终于得到控制 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平安365提示您 冬季是火灾高发期 应仔细做好防火安全检查 避免一时失误给自己带来伤害 火灾高发期